提起赵薇,大家都很熟悉了 当年凭借一部《还珠哥哥的小燕子火遍大江南北》 从琼瑶剧成名在转行做导演 赵薇做了很多女演员望尘莫及的场景 但熟悉赵薇的观众会发现 她出演《情深与萌萌后》 有四年没有演过电视剧 这可以说是非常的意外了 那18年,赵薇谈故演《还珠3》理由原因很简单 赵薇表示她此演《还珠3》是因为真觉的 演到《还珠》第二部就已经到头了 对于她个人来说,她能演的都演了 对于小燕子这个角色,她也没办法超越自己 当年的赵薇可以说红遍大江南北 一下子告别电视剧,说放下就放下了 这种魄力让人佩服 三年波时刻,金流勇退 需要的是一种胆识 她没有过度去消费自己 选择了吸水长流 成功的背后是无数次归零战出发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 当然有台湾化才是最大的底气 而赵薇总是拥有这些东西 后来的她不仅拿到了百花奖、华雕奖、金居奖 是名副其实的大美观 最近的赵薇不仅是风格多变的很甜 还是有实力的导演 她搞得作品甚至不信任于资深的陈泰哥导演 赵薇能够红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赵薇的做法 你有什么想法呢